今天是11月6號 現在是3點20分 我們現在要去開會 然後我們現在訂閱人數是 99953 那你先講一下你的感想 破10萬訂閱 破10萬嗎? 其實我有點緊張 你知道結婚是不是? 沒有 你知道為什麼我很緊張嗎? 因為破10萬我的頭皮以下 才會人在韓國啊 對 各位 你知道我的助理 他說訂閱數到年底 希望可以達到一個數字 然後那個數字是他自己訂出來的 如果我達到 他就要我準價他去韓國 但你知道嗎各位 他已經訂了機票了 我跟你說 你知道 機票這種東西就是 早買早便宜 所以我先買了機票 但是我心裡就覺得 我們年底一定會達到 我心中的那個數字 但是如果沒有我還是要去 各位粉絲我是被搶劫了 話好好講 好吧 先講 那我們等下快10萬的時候再跟大家再講話吧 來了嗎? 我已經在錄了 這邊那麼黑 你錄不到啦 沒關係 我重點不是你的人 你再說一次 我的重點不是你的人 人長的醜也是有辦法破10萬的 現在99999耶 你知道你老婆剛跟我說什麼嗎? 不曉得 剛才很調皮退訂了一個 剛才誰退訂? 是不是 可能是我啦 OK fine 好的 你們現在就是這樣 驚奇的一刻 我們在等99999的時候 先謝謝 各位粉絲 就是很支持我 因為我們在去年的9月12號2017年 蘋果發表會那天開了我的正式YouTube頻道 我們一共花了420天 所有的粉絲們都跟著我一起成長 我非常的感動 尤其是我長得這麼醜 頭又快凸了 我頭是快凸了 你今天很正常 今天很正常 OK 這情況下 大家還願意很看我們的YouTube頻道 我非常感動 因為你也知道 以YouTuber來講 我算是很老的 我算是大叔吧 我覺得你一定是老一輩的等級了 真的 我覺得我真的還蠻老的 但是很謝謝大家的支持 接下來 其實我在破2萬的時候 那時候有些企劃 可是一直都還沒有實現 有啦 我們有實現一個了 哪一個 良性啊 你看Tim嫂拍頻道 在等10萬的時候 Tim嫂大家去支持一下好不好 因為他也很努力的在講良性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頻道都講了一些比較正面的話 那正面的好處是 我覺得我們要傳達正能量 所以 我在我頻道 甚至於我老婆Tim嫂的頻道 也是一模一樣的 也就是說 大家看我這邊呢 其實比較不會有負面的東西 這也是我們想要傳達的理念 這也是為什麼 10萬了 但是我們現在在一個需要安靜的地方 我們等一下去外面一點 再尖叫 終於10萬 而且馬上就10萬01了 謝謝 謝謝大家支持 真的謝謝 那我們先到亮一點地方好嗎 我想問一下助理 10萬訂閱你有什麼感想 我跟你講三個字 都是累 你懂 哈哈哈 你很累的累 那老婆呢 我覺得 我們已經比別人幸運很多了 有些人經營很久的YouTube 他可能 花很多年的時間 他才能達到1萬2萬 甚至5萬10萬 我們已經算是比別人還要幸運 可是這當中我覺得 真的收穫很多啦 因為也有很多人的不看好 或者是很多人會罵你 但是我覺得 我們一直是秉持著 比較謙虛的精神在很努力的拍 然後回粉絲問題 跟粉絲互動 盡量的去解決粉絲世界的問題 那我覺得 真的非常非常感謝所有粉絲的支持 非常非常感謝 就是沒有你們的支持 我們可能動力沒有那麼多 可以一直每天持續 就算再累 然後可能日夜顛倒的這樣拍 從2017年9月12日到今天為止 200多部對不對 對 我們在15部 我們就拍了300部影片了 真的 我覺得這次真的很感激大家的支持 因為原本呢 其實我跟我老婆和我們助理 就是我們這個後製這個團隊 我們覺得說今年如果能到12月31號 能達到訂閱數8萬 我們就非常的開心了 因為畢竟呢 我們對於YouTube還有很多不熟悉的地方 但是真的有很多人支持跟教導我們 怎麼來經營這個YouTube頻道 那是誰呢 我就不一一說明了 我在此呢 就是很感激各位的 算是我的老師 還有呢 各位粉絲的支持 我想要再講的一點是說真的 我們當初在開這個頻道的時候 我真的是只是為了一口氣 因為他們說我這種大叔級的在YouTube 其實是不會有人訂閱 但大家真的陪著我一步一步到現在 就像剛剛也有從3萬訂閱 一直Follow我的粉絲朋友 然後他就開始一直支持到現在 所以他們在第一時間就已經 不要哭啦 不要哭 都是累 真的都是流眼淚 我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就是我們有一次去試海底撈 那我的兩個助理 一個助理就是現在坐在我對面這一位 破30萬訂閱才要露臉 那另外一個助理 另外一位可能是破50萬 我另外這個助理是專門在上字幕的 他現在人在加拿大 然後我們海底撈的那邊的員工 很貼心的他寫了一張字卡給我們 然後這個字卡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一直很持續不斷的提供很多手機的新的知識 還有小技巧的分享 他們都很受用 然後就說我們辛苦了 其實你知道我很想把我的助理這兩個 他們馬上當下就 助理已經在哭了啦 來 先借我先借我 助理哭了 你已經在哭了啦 對 你怎麼會這樣 你不要演嘛 你也超不像的 你哭了好辣 不要 因為 在 比如說我們出國的時候 然後因為日夜顛倒的關係 做人家只能用 重點是他又挑了一個適合你的衛生紙 我好會做他累喔 重點是我人生鏡一直看我老闆哭 沒事了 就是我覺得就是情緒來的 因為這中間我們經過很多的很辛苦的地方 包含中間會有氣餒的時候 然後也有大家在拍攝的時候 可能會彼此有不同的意見跟聲音 然後每次出差的時候 其實那個承受的壓力 一般人很難懂 很多人會覺得 聽歌耶 你又沒有寫部落格 你不過就是 拍拍影片 拍拍照片 就是 很多人可能給你的眼光 就是會覺得說 你憑什麼 對於這種壓力 其實我們一直都有在承受著 所以我們每一次出國 其實不敢怠慢 也不敢鬆懈 雖然我們拍的東西 講出來的術語 不一定是 最專業的 可是我們就是盡量以 大家聽得懂的方式 然後再努力的拍 那可能有時候 還要請粉絲們諒解 就是 手機的款式跟型號 一直不斷的推成初心 那很多時候我們沒有辦法 就像Tim哥 可能有些人會說 啊Tim哥你講錯了 對 因為其實講錯這件事情 我們也一直在努力的改正 因為真的太多的型號 未必能夠一一記住 所以在這裡還是要跟所有的 粉絲說抱歉 但我們很努力的希望能夠 提供越來越優質的頻道 跟內容給你們 也是希望你們很喜歡 也很受用 然後廠商們呢也能夠傳達 就是幫廠商們也是傳達最新 最正確的資訊給大家 對啊 因為我剛會掉眼淚就想到 我那時候 我們拍七八十集的短視頻的時候 其實我那時候有一段要放棄 因為我覺得沒有人看 會覺得說幹嘛一直拍 然後會有逃避 但我的助理跟我老婆呢 應該是我老婆驅使她的吧 我的助理就一直在我的門口說 我們繼續拍好不好 其實那時候七八十集 那時候是在去年 就是我們九月開頻道 然後那時候剛好是 十一十二月的時候 那段時間呢 我是有點在逃避 因為我覺得 就是拍了這麼多影片 人都會有一個 所謂的逃避期 那我老婆就說 那時候就是我的逃避期 但當下呢 真的是我助理 她一直在門口敲門 然後我們就繼續拍下去 拍到現在再差十五部 就三百部影片了 你就知道 她會說為什麼都是累 所以剛剛真的是 那我跟你說一個實話好不好 我真的是你老婆拍累的 哈哈哈哈哈哈 欸 算了 沒有 因為這是你老婆 又維持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耶 推一個擋箭板 真的 而且大家覺得說 我們出國好像很輕鬆 但事實上其實 我們出國 跟我們出國的媒體 都是台灣的大 頂尖跟很大的媒體 他們其實真的都很辛苦 然後半夜不睡覺 隔天早上可能七八點要起來 然後他們也是寫文章 寫稿 寫新聞稿什麼的 寫到半夜 甚至可能只睡半夜一小時 又起來連續寫寫 寫到早上就直接出門集合 所以其實我覺得在這邊 真的非常佩服所有的 YouTuber 跟所有的媒體朋友 跟部落客們 就是我覺得粉絲們 你不要覺得說 喔 你有寫業配 喔 你這個一定是業配 你這個拍的一定是業配 可是其實 就像是你也要去外面工作一樣 你也要做一份工作 拿一份薪水 大家都有要支出的成本 有些東西不是業配 有些東西是業配 其實交雜在其中 我覺得粉絲們就是也要體諒一下 每個人要吃飯 要生活 要養員工 或者是要繳房貸這些東西 大家應該要用很正面 很健康的態度 去看每一個人拍出來的 無論是寫文章或者是影片 因為其實這是很正向的 有資訊的傳遞 你們才會有好的東西可以吸收 所以無論是不是業配 其實我覺得建議大家都要用很健康的心態 去給予支持 就是這個東西無論你喜不喜歡 其實都不要做一個在鍵盤前面 螢幕後面去攻擊別人的人 你應該要讓這社會 其實有更多正向的能量 去給予每一個創作者他的支持 無論他是寫文字或者是他拍影音 然後或者是他寫報紙雜誌 其實我覺得應該要給更多更多正面的力量 這社會才會很美好 沒錯 對 所以其實還有一個是 我也很想要感激的是 我們家的後製所有的團隊的人 包含其實我們有一個馬來西亞的後製 他其實做滿了一年 因為他想要回馬來西亞 所以後來 後哥 真的很想念的感謝 對 他是我們公司的房住民 對 他是我們第一代的後製 然後我們沒想到接手的第二代的後製 也是馬來西亞人 對 所以其實我也很感激他們 很搭配我們的時間 尤其是我們在出國的時候 真的我們第一時間把帶子傳回來 他們在第一時間趕快把畫面剪接好 然後呈現給大家提供最新的資訊 那這也是我們這個頻道也想要分享給大家的 讓大家可以在第一時間可以了解最新的科技性質 其他的我剛說的就是我們兩萬三萬訂閱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會跟空姐啊 或是跟一些主播朋友們會拍的一些影片 接下來十萬訂閱後呢 一定去落實 一定會落實 空姐你要找前女友來是不是 沒有 這有點金牌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先這樣 大家記得喔 Tim嫂也開頻道了 搜尋Tim嫂就開頻道了 Oli你要開頻道嗎 沒有 她吃 她吃媽媽 她吃媽媽 媽媽就是飯的意思 好的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們 記得一樣訂閱按讚分享 把鈴聲打開喔 那我們下一次見 掰掰